澳大利亚军方 电视台报道截图该报道趁此次代号为五国团结2018的联合军事演习于10月2日开始计划持续至19日澳大利亚海陆空三支部队都参与其中演习将包括现场训练实弹射击系列以及指挥所演习将测试澳大利亚海陆空三军的可操作性 澳大利亚指挥官尼古拉斯普拉特一日在一份声明中写道这些活动将扩大伙伴国队彼此战术和作战程序的了解为参加此次联合军演 澳大利亚还计划派遣九架大黄蜂战斗机四架其他飞机两艘军舰及一个排的陆军巴特沃斯步兵连的步兵 报道还提到此次参加演习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组同属五国联防组织 该组织成立于1971年目的在于协商决定一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受到外部进攻或威胁 时应采取的联合或分别行动的对策 另据外媒报道上周澳大利亚与新加坡刚刚进行了一场双边海上演习报道也提到 此次五国团结2018将在南海海域举行 澳大利亚方面声称 坚决支持在南海存在争议地区执行航行自由行动 针对航行和飞越自由问题 中国外交部多次表示 中国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 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 但坚决反对有关国家 达着航行和飞越自由旗号 损害沿海国主权与安全 扰乱地区和平与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旁边的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